截至1月23日,香港共出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个案,其中首位病患是来自武汉的游客,第二位患者为香港本地居民,曾于1月10日前往武汉停留约9日后返港。 两者到港前介意出现发热症状,目前已送往香港马加利医院传染病中心隔离医治。 1月23日,记者走访香港多区,大部分香港市民已戴上口罩,严格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返乡的人潮和前来退票的人流汇聚一起,熙熙攘攘,人数众多。 但大家依旧秩序井然,现场约七成市民自动佩戴口罩,站内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据了解,首宗个案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被检疫人员发现并带走后,西九龙站内即是安排清洁人员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制定的既定程序, 以1比49浓度的漂白水为车站范围内该名乘客曾经到过或逗留过的地方进行清洁消毒。 在香港国际机场,旅客数量不减,入口处更是大排长龙。 多数旅客和工作人员已佩戴口罩,亦有旅客主动向机场职员查询取用口罩。 早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陈翰怡曾表示, 有武汉入口香港的港口,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和西九龙高铁站都已设置体温监测仪,加强对入境人士的体温筛查。 香港街头佩戴口罩的民众数量有所增加,在精心布置的新春装饰前, 不少人依旧驻足观赏,取下口罩拍照留念。 采访中多位香港市民表示,已取消外出旅游的行程,春节期间不会离开香港。 对此次疫情有担心,但仍保持乐观,认为香港政府已做足防御措施, 不会演变成非典式的恶劣状况。 都害怕的,都是做回非典肺炎之前做的那些事,就是洗手,戴口罩那类的。 这段时间都没有了,到处地方都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发生,没有了。 对香港来说,当然是沙士严重一点。 我又不会离开香港,又不会接触那些人,应该没事吧。 平时都是要做的,无论有没有肺炎都应该是要做的。 香港人的措手是OK的。 沙士那么大我都没事吧,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不用怕。 没得怕沙士就沙士,沙士就要杀死他,有什么问题啊,总会过去的嘛,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的。 由于近期口罩需求量增大,香港多家药铺表示,各类型口罩已被抢过于空。 记者走访多家商店,大多亦表示口罩已受情。 在铜锣湾少数街边药店,新到货的口罩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其中以医药外科口罩和N95口罩为主。 有商家表示,口罩源于相熟供应商,进货价高低不一,因此售价也相差较大。 记者发现,以单核价格为例,同类型口罩差价可达30港元,N95口罩则高达25港元一个。 口罩之外,不同类型的防护用品也出现在店铺中,其中最常见的是酒精搓手液,灭菌喷雾和酒精湿纸巾,甚至有出售隔离抗菌衣。 多位商家表示,此类防护用品很受欢迎,但出口罩外,其他物品均无明显提价。